这只才二岁的狗妈 却生了五只小怪兽 年纪轻轻就为老先衰 愁得脸上长满了皱纹 奇怪的是 只见它全副武装 肚子下面布满了奶嘴 这到底是要干嘛呢 女主人说 这是为了预防别人偷奶喝 原来 这只沙皮狗生的小狗们 已经两个月大了 却一直还没有断奶 个个长得像只小老虎一样 每次一看到妈妈就扑过来要奶喝 不仅把狗妈妈的身体都掏空了 而且它们的牙齿也很锋利 咬得狗妈肚子上满是伤痕 甚至小狗们越来越暴力 就连狗妈的尾巴也被咬得伤痕累累 面对这五只如狼似虎般的小怪兽 狗妈的压力山大 年纪轻轻就一脸的皱纹 它其实也很疼爱孩子 可是每次都要忍受肚子上的疼痛 为此它愁得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了 看着日益销售的狗妈 主人忧心忡忡 有朋友建议说 往狗妈肚子上抹柠檬汁 也许能阻止小狗们吃奶 没想到被涂上柠檬汁的肚子 更受欢迎了 狗妈被孩子们疯狂抢奶 痛得嗷嗷乱叫 赶紧逃到沙发上躲藏了起来 总算才逃过一劫 狗妈一脸愁容 心想这日子啥时候才到头啊 兽医说 小狗们早就应该借奶了 他们之所以这么大了还抢着喝奶 那是因为在争宠妈妈的爱 不过 兽医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 就是给她配上一副特质的盔甲 就可以保护狗妈了 这天 男主人悄悄把狗妈叫到了房间里 他们究竟要干嘛呢 没一会儿功夫 当狗妈再次出来的时候 她身上却多了一副盔甲 看到她全身武装的奇葩造型 小狗们都猛圈了 更奇怪的是 狗妈肚子下面还多了几只奶嘴 造型相当独特 女主人说 这个造型专为了小狗们借奶而设计的 如果他们想喝奶 可以过一下嘴瘾 饿坏的小狗们可不管这些 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 争先恐后地抢奶喝 可是 这次他们彻底猛圈了 怎么和之前的不一样 而且还有一股苦涩的塑胶味 吸了一会发现没奶后 就全都放弃了 他们还是满肚子的狐疑 但无奈肚子饿得咕咕叫 于是又一窝蜂地跑去抢狗粮吃 不得不说 专家的这个方法还真管用 从此狗妈终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